我说了大陆两到三年不好 好的话三到五年 就这么点气数了 就这么点气数 因为其他的景象再怎么说 之前两个矛盾阶层一旦真出现 革命就出现了 听见了吗 革命就出现了 现在呢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央行啊 除了存款保证金 为什么要印钱 人民银行 央行也没钱了 也没有钱了 你们看一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央行的常备的资产 对吧 我忘了是40万亿左右可能是 这是什么 就是存款保证金 也没有钱了 各大机构的 所谓大家看见的账面存款记录 张老师200多万亿存款 你们知道存款是哪来的吗 这是贷款贷出来 放在账上 没有花大部分形成的存款 除了贪腐的以外 50多万亿 60万亿 大部分就是这么行的 企业也是一样 企业贷款贷出来 没有花 在账面上搁着 就又算存款了 所以咱们按照今天10月份 中央中国人民银行 央行的数据 人民币存款余额 全中国 281.65万亿 280万亿 这280万亿 里有30多万亿 将近40万亿 是百分之十几交给央行 作为存款保证金的 央港自占 别负债表上那一部分 是不能动的 30多万亿 那剩下的就还剩240多万亿 280万亿减去30多万亿 剩下的就是240多万亿 我们就算250万亿吧 多算呗 人民币贷款余额是多少呢 235.33万亿 那咱们做个类比吧 不准确 但做个类比 如果贷出来的235.33万亿 搁在账上 暂时没有动 没有消费 按照中国目前的法规 贷出来的235.33万亿 是被寄作存款的 听得明白了吗 所以我形象的跟大家说 我不知道中间有多少次杠杆产生 就算一次杠杆都没有的情况下 我有个前提 一次都没有情况下 那就说 中国现在真正流动在社会上的钱 是多少 也就是250万亿 减去235万亿 这15万亿 除了贷款出来的235万亿 真正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能自由流动的钱 就这15万亿 但实际上绝对到不了 因为央行存款保证金 比30万亿多 所以实际上不是250减230 应该是240多一点 甚至于240左右减235万亿 当然了 不会所有的贷款都留在账面上 肯定不动 我是形象的比喻 但是这些款等着再次被记录为存款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存款带出去还是要被作为贷款资金消耗掉的 大家不兴趣问一下 现在都说了到年底很多银行贷款任务没有完成 那您就问一下吧 天天网上到处都是宣传的 您从银行带了100万出来 放在账面上 我问这家银行是不是告诉你 如果你没有准确的这100万使用的需求 不许把这笔钱马上转走 放到其他账户上或者干嘛 你只能要放在这家银行 你个人的存款账户上带着100万 然后你花一点用一点 花一点在银行监督下使用 那你不知道就是他给你贷款这100万 同时就记作银行存款100万了 因为他那边贷给你呢 你存在账户上 那你就是存款 大家明白了吗 所以你们实际上看到的所谓的贷款 存款之间一大部分存款 这么多存款是因为贷款在拼命增加 贷款又没有马上被使用的时候 就又变成了存款 跟大家讲这个 那大家就明白 这么多钱除了贪官手里的钱以外 其实这个社会上只有少数人手里面 是发财有钱的 绝大部分所谓老百姓和企业手里的存款 都是由贷款或借款转化而产生的 而不是真正可以消费 可以拿出的钱 你们要明白这种循环就明白了 如果不是这种循环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贷出去的这些钱 它不会消失吧 它在哪 它不会都放在你们家保险柜和墙头柜吧 墙头柜吧 它在哪 您把您贷出来的钱去买了基金了 那您知不知道基金还得存到银行 它又算做存款了 您带着的钱买了信托 信托还得算做存款 它又存在银行了 您带着的买了保险 保险还在存款 它又存在银行了 所以当你看到这有两百将近四十万亿的贷款的时候 你带给政府了 政府不用放在账面上 它还算做存款 跟这两百五十万亿的存款一比较 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除了那一小撮人手里的钱 绝大部分中国人手里的钱 都是用这种动态形式存在的 哪他们有有钱人呢 哪他们有有钱的 不可能的 除了那一小撮贪官污吏 还有一小部分人以外 一小部分人以外 中国大部分存在资金 两百多万亿 都是这种形态存在的 所以那个M2 那三百万亿M2 除了那五十多万亿 六十万亿的贪官污吏 拿的钱 贪官拿的钱 咱们都不加污吏 俩字了 不用了 剩下的出来流动了多少钱 就算按上面这个数值 全是最优算 十五万亿的流动额资金 对于整个国家经济 就是杯水车薪 这点钱 其实每个月去缴纳中央和地方财政 发债借款的利息 可能也就将够 没有了 所以大家就明白 为什么这几个月在疯狂印钱 央行自然负债表疯狂印钱 因为要挽救地方政府 银行等金融机构 已经拿不出钱来了 您带给个人的钱 走在账上这个人没用 您不能再给人抽走了呀 人还要贷款还要花呢 拿不出钱来了 大部分金融机构 自己都没有流动资金了 财报是能骗人的 财报是静态的 但是银行手里的真金白银 骗不了钱 所以现在人民银行 发国债 中央政府发国债 挽救局面 管你叫啥债呢 或者是中央政府做担保地方上借钱 一样 就是人民银行给 一条路 多印钱 讲这个 因为我习惯 大家听不听没关系 我习惯就是知其人更知其 所以然 让大家举一反三 融会贯通 一天能让大家讲明白 一个道理 全学明白了 全搞懂了 我不知道今天我讲这个给大家 讲没讲懂 全搞懂了 大家就明白了 天天有人说 哇塞 两百多万亿的存款 在银行账面上 对 你要看到的信贷资金 你就知道 两百多万亿存款 是怎么产生的 这是银行 所有底下的银行 财报上 人家做的手续 知道吧 我不知道国内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也没人跟大家去讲这个事 这一点钱是不够的 所以现在呢 就没办法了 结果就是整个 从中央到地方 全社会都没钱 房地产 实力 金融 都没钱 能带的已经带到极致了 所以现在还没有花的 那不能这样子的 那就只能印 印出来这些钱呢 还得印 下几个月 按照我的预估 给更疯狂的印 不疯狂的印 现在这种局面 啥政策招都已经使光了 在中国印个一百万亿的新钱 给了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还了债 表面我们的问题就 地方政府首先就没问题了 那现在呢 已经印的钱还在上游 其他准备印的钱还没印出来 但是等这些钱都印出来 传导到社会 中国老百姓 穷人 那兜了一点钱就更不值钱了 兜了一点钱就更不值钱了 你看看这么多年 有人比较过二十年十年以来 所有所谓的物价变化 那钱越来越不值钱了 您再看看原来央行每个月一万多亿的资金新增 所以现在呢 现在我估计呢 中国未来呢就两波 一波是会被真的要饿死的 穷人 很多人真的可能会饿死的 大概 还有四分之一左右 会活得不错 中国的两极化 这种疯狂印钱 那活在中国上层的 这一层都叫什么 叫非私有经济覆盖 明白了 活在下层的 就是非私有经济覆盖 一半 非私有经济就是公有经济 公有经济 大家就明白了 根据中国政府现在的公开资料 前九个月人均可支配收入 一共是39,428块钱 分配到每一个月就是4,380块钱 14亿人平均收入记录 如果一半 7亿人是劳动力 平均每个人 每个月是8,760块钱 但是由于私营 和非私营机构的 收益比例 按去年比是1比2 去年非私营企业平均的收入 是12万元左右 年收入 国企啊 公务员等等 私营企业平均年收入 是6万块钱左右 1比2 所以呢 如果其中的人数是3比1 私营跟非私营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四分之一 3比1 那么按三口之家计算 14亿人 现在中国私营机构 按照刚才政府的数据 平均到今年 每一个私营机构的 个人的月平均收入 就是4,380块钱 非私营就是公有机构 平均每个月到手的是 13,140块钱 那将来印钞通胀以后呢 我相信公有机构都会涨心 公有机构的工资 各种体系都会上涨 也就是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人 会 7亿里有1亿多人 会活得 很不错 因为他们手里的钱会很多 剩下呢 有四分之三的人会活得 越来越差 中国会呈现一个完全两个阶层 分割的一个 景象 当然这种景象 给中国整个社会带来的割裂和体会 出现多少问题 今儿不是咱们时间该讨论的东西 今儿已经说的挺多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 饿死那不反了 中国老百姓没有用 中国老百姓就在于饿死或不饿死边缘 他也不会反 然后快饿死的时候 很多人宁愿自杀 他也不会反 知道吧 你农村肯定会饿死 为什么会饿死呢 农村 开个玩笑说 因为农村现在所有的种的东西的种子 都不是自己的 农村现在所有种的东西的种子 都是在进口的 自己不能够满足 所以没有种子的情况下 那你说会不会就饿死 你自己种出来的东西 就包括袁隆平的东西 国产的 你自己种出来的东西 它是不繁衍下一代的 过去你种个玉米 种个小麦 种个水稻 你种完了把种子留下来 明年能种 现在呢 这种杂交出来以后 它没有下一代 你种完了只涨一剂 如果你明年没有足够多的钱 买足够多的种子 买足够多的肥料 粮食你是会饿死的 不是说因为在农村 你就不会被饿死 我说了大陆两到三年不好 好的话三到五年 就这么点气数了 就这么点气数了 因为其他的景象再怎么说 之前两个矛盾阶层 一旦真出现 革命就出现了 听见了吗 革命就出现了 要把资本家手里握着 过去就是要把以后就是把中共手里握着的 我们的江山抢回来 这是一定会的 体制内也会分裂的 因为人心都是肉掌的 对吧 看到这种景象 你以为所有人都愿意做流氓了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机会也在这 机会也在这 所以体制内分裂 对一定是体制内分裂的 谢谢大家 请听我瞎嗶嗶了 耽误大家时间了 好好睡觉